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非常感激各位百忙之中能够来参加我们实证辅助医学大会 那这次大会我想如果今天是从早上一直撑到现在的 会发现其实非常值得 真的是平常完全接触不到的东西今天都见到了 那我也跟各位保证接下来的时间呢 各位绝对会值回票价 我会尽量用最短的时间把最丰富的内容呈现给各位 几个月前我在一次医学论坛 那个时候会场里面也都是医生 我就跟他们讲安排我30分钟讲 但是我只讲15分钟 可是呢这可能是他们这一些医生们 这一辈子听到对他们个人影响最大的一篇演讲 待会各位听完了就会了解为什么 我们在座 罗斯宽罗医师的夫人也在座 知道传书因子很特别 那也谢谢你能够光临给我们指导 那传书因子这几个词 相信今天有很多位是第一次听到 郭教授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也还没仔细介绍 郭教授也是台大授医教授 这个都是我们的前辈 那我现在呢就很快的先把这一些原理 机转以及一些临床案例会告诉各位 那当然因为今天是时政辅助医学论坛 所以我会讲很多实际的案例 但是呢我们讲案例当然不是替任何的公司或产品来背书 我们就纯就科学医学上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探讨 那会后我会留很多的时间给各位来提问题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为了中间不打岔其他人的听讲 所以有什么问题就写下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保健的领域 从70年代就开始流行维他命了 后来草本啊抗氧化啊生物科技等等 现在到了所谓讯息传输因子的阶段 今天我们也有这个新的书讲到免疫传输因子 如果各位待会能拿到那本书的话 可以看一看里面我也特别有提到 这一个科学原理的不同的点在哪里 待会我们中间的时间就会抽奖 然后接着我后面讲的是黄博士 他讲完还会再抽奖 所以各位吸耳恭听咯 传输因子它跟一般的营养补充品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如果抱着想要听所谓的营养补充品的东西 那么一定要改掉这个观念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任何营养补充品 当然它肯定也不是药物 不是维他命 不是草药 不是荷尔蒙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免疫调控因子 如果坐在后面看不到底下的字的话 它是免疫调控因子 它也就是所谓免疫的本身 它不只是帮助免疫 它就是免疫的一部分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 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健康杂志 叫做Total Health for Longevity 那它有一个专刊介绍传输因子的时候 它用了这个词 Immuno Corrector 免疫系统的校正者 Immuno Corrector 我们免疫系统与生俱来 而且我们也知道免疫系统 是维系我们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系统 那它竟然被称为免疫系统的校正者 Immuno Corrector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些含有讯息的分子 它能够教育能够提升能够协助维护免疫系统平衡 它是由单核细胞所制造 是40到44个氨基酸所组成的多生态分子 Poly Peptide 这个呢各位上网到维基百科啊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那待会儿我也特别预备了一些资料 就是美国PDR Physician Stance Preference 美国医师参考手册 这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如果各位以前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或拿到这一份的话 我今天带了20份 所以待会儿可以过来拿 现在先不要 因为上次在一边医学论坛也是 我一讲可以上来拿的时候 大家就都离开位置了 就会长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待会儿会后来 那他在维基百科 你上去看他也有一些这个图 那今天的书上也都会有 就是讲到他的运作基准 其实他是从1949年就被人类发现 是在美国纽约大学 一个Dr. Lawrence 他在做肺结核防治研究的时候 发现的 他发现的时候是发现说 一个得了肺结核的人 痊愈了以后 从他白血球里面的成分 萃取出来之后 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就起了对肺结核的免疫反应 所以他就说在这里面 有某种成分 可以传递免疫力 或者说传递免疫讯息 所以他当时就给他取名叫 Transfer Factor 就是能够传递免疫讯息的因子 Transfer Factor 名称就是这样来 当然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 可以到应用 那当然我们的免疫系统 虽然是与生俱来 但是因着外界的压力的破坏 现在的人都成了亚健康 最近新闻很热门的 许多食安问题等等 这些都造成我们健康上的伤害 再加上大环境的破坏 无论是臭养成的破坏 无论是污染 无论是生活步调的加快 压力 这些都造成我们健康上的伤害 就是活龙震动 声带震动跟因波产生 跟空气产生 共振产生 产生因波 传到各位的耳朵 对不对 像耳膜跟耳识 又产生共振 但神经的冲动 然后传导进去解决 所以其实没有共振 电力的神机 就是光与世纪 共振产生的宇宙跟万物 所以同样的神经传导 也是一种共振 大家有时候的迷思 为什么共振跟神经有关 神经的传导的电位 也是一种频率 所以这共振 这一定会影响神经的传导 这是很直接 包括我们人体有心跳 血液循环 呼吸 甚至大脑的意念 的脑波 也是一种振动 所以科学家 这个大卫 过去是有发言 诚实同学人词的意念 可以增强一个人意念的共振 改善粒子的振动频率 改善心理解课 中间其实就是 透过视频神经理协调调 个人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那在医学上 有没有 我们组的医学 有共振用在哪里 MRI 这个何时共振 它就是用很强的电磁波 让水分子的氢原子核跳出来 那里这个组织异常 水分的结构异常 它跳出来 波片就不一样 就组合成别 还有一个影像 可是也没有在治疗 目前没有 但是我们刚刚跟各位抱的失眠 为什么是效果这么好 就是理由到 这个部里的共振源 我想这是 霍尔莱佛前世的一个手创 所以我们当然要聊心脏 就是身体共振平 共振 我们身心脏 打出来血液 会撞到谁 所以这个地方转180度 是很没有效用的 因为从压力学来看 打出来血撞到这个地方 可能动能就消失掉 它改成胃 是打鼓一样的 这个就是产生胃能 让每个器官 有不同的共振频率 跟性脏 跟性脏产生倍数的共振频率 为了确保每个器官 得到充分的血液功能 这是一个共振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 每种食物都有它的营养之外 也有独特的一个营养症 所以从自然现象 所以不同的食物的组合 跟比例调配以后 它就具有器官选择性的 共振频率 这个共振频率 跟某个器官 某部位相符合的话 你这个食物符合 这个器官就才能和谐共振 就改变它的血型 好 所以 调解自己身 和谐的共振以后 这个共振是一个波频 当然也会影响到 自己身经的活性 自己身经的活性 已经影响到怎么样 血型然后恢复 不是增加而已 增加过多以后 恢复正常的血型 带走的不善 带走的产物 带走的自由 及带走的废物 第二个让怎么样 器官之间的和谐 第三个让发炎跟 消炎之间产生 自然就会 自然疗愈的一个结果 所以 这个苏食是一个 最和谐的共振 所以已经证明了 最新的研究 可以长达 处持苏食人长达 年龄19.5年 减少 百分之五的死亡 减少百分之六的男女的癌症 所有的癌症 减少百分之三十四的 女性特的癌症 短巢 癌子宫 癌子宫 妹妹 母癌 减少 常见的癌症 以及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的时候 心血乱起病 减少百分之四十的 白内脏 是纯舒适的 也是植物的抗厌 化几的一些作用 来减少百分之五 是的 所谓的代谢症获取 所以 我们就回过来 所以当大家不要压抑 当我刚初在做的时候 我也是半性半 那这一年多的结果 在2012年多的结果是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那现在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对室内有效性 我们就在思考 它的原理是在 其实 就是这条诊治系统 是非常好的一个诊治系统 我们可以分成说 你的体力精神 特别虚弱 我忘了先去调它 那一般睡眠困扰 分之三类 入睡困难或睡眠中的困扰 或整个过程欠缘多么 当然往往是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 然后你根据每一个系统之下 你去点选它 它就会告诉你说 是 皮类要有怎么去做 那 举个例子吧 皮类 它如果皮类 它要用什么样的共振食物 然后不共振食物 它们在借二十年经验 都已经把它 都把它 都把它 就是 写成这么好的一个诊治系统 所以我们只要拿来 谁都会用 而且食物 有没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 然后可以资本疗愈 可以资本疗愈 它会让我们和谐共振 让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治愈自动就提升起来 所以跟各位最后分享 就是说 我们人体 我们一个天然 不要 真的我们要相信 这个治愈力 不再看不见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治愈神经 它自己有个节律 它自我会维持身体的平衡 自我会去修复 修复不了 自我诊断 产生症状 所以 我们现在的自然医学 我是一直在强调 其实我们自然医学 就是生活医学 医疗不离 不太疗生活 不是另外 在去吃药 去开刀而已 这个医疗 就是要落实到 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三件事情 吃和谐共争的食物 自然的食物 然后做运动 运动也是一种 共争的原因 以及什么 对面的心 心 生 所以这三件事情 去做的 就是我们所谓 生活医学 就是自然医学 很开心的自然医学 所以有问题 我们尽量寻求 有实证的自然医学 都是一年多的经验 跟各位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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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